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网站近日称 佛罗里达州禁止该州公立大学招收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博士后 引发佛罗里达大学不满 佛罗里达大学的教职员向校长和高层致信 呼吁校方能继续录取顶尖人才 否则将对该校研究生课程和研究活动带来毁灭性冲击 截至目前已有约250名佛罗里达大学的教职员签署了一份与之相关的请愿书 声明称该校目前暂停了从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和叙利亚等国招收研究生助理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系所和学院的博士申请中 很大一部分都来中国和伊朗 由于每年12月到1月初是发给学生录取通知书的时期 目前2024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已经受到影响 今年5月佛罗里达州通过了SB846法案并于7月正式生效 其中规定该州的公立大学禁止从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和叙利亚等 关注国家的实体获取资金或与其合作 包括向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任何人提供研究合约 只有学生通过该州官员的严格审查 当州理事会或州教育委员会认定相关互动不会损害美国及其居民的安全或保障时 才会开绿灯 再过几个月 洛杉矶警察局就可以在获得业主许可的情况下进入私人监控摄像头 将这些监控录像与公共安全摄像头合并 创建监控网 警察局称这将有助于打击犯罪 洛杉矶警察局近日向洛杉矶警察委员会通报了 其在21个分局中的三个分局建立三个实时犯罪中心的计划 这将使警察局几乎可以及时获得犯罪视频 从而使警员能够快速做出反应 掌控更多更好的证据 洛杉矶警察局局长摩尔表示 当地企业和居民可以在该计划中登记他们的监控摄像头 并保留其设备中所有视频的所有权 报案后警方将能看到任何相关视频 并立即提供给接警人员 但是在整个城市建立广泛的摄像头网络的想法 让一些人抱怨可能造成侵犯隐私和不适当的监控 摩尔说 洛杉矶警察局希望最终在其21个分局中 每个分局都有一个实时犯罪中心 但当前只会在三个分区开始 市中心走廊 好莱坞和范奈斯 有组织的零售盗窃特别工作组的资金将用于建设该系统 预计将于明年第二季度投入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WHO首席科学家说 因为气温升高为携带病毒的蚊子创造了传播条件 登革热将在十年内成为美国南部 欧洲南部和非洲新地区的主要威胁 登革热是一种热带地区的流行疾病 症状包括高烧 头痛 恶心 呕吐 肌肉疼痛 最严重情况会导致出血 甚至死亡 长期以来一直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祸害 世卫组织的传染病专家杰里米·法拉尔说 这种疾病料将在美国 欧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流行起来 并成为一种地方性流行病 这将对许多国家的医院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 12月14日 北京地铁昌平线西二旗站到生命科学园站上行区段 一列车车厢脱离 破停区间 事故发生后 应急 消防 未见 交通等救援力量立即响应 到达现场迅速开展救援 事故造成30余人受伤 无人员死亡 现场正在积极处置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有网民揣测列车出事或与积雪有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